高速公路连环撞 发生车祸的六辆车 陆续被拖掉回国道警察分队 其中这一辆银色车的驾驶说 他只是好心停到肇事车前方 下车看需不需要帮忙 结果车上四个人 只有怀孕的妻子没下车 却反而因为后来连环撞 受到重伤 朋友到场关心状况 现在小孩子饱不饱的处不知道 然后他很苦疼 严重受伤 因为苗栗医院没办法做检查 所以要重去台北的医院 时间往回推 凌晨五点多大家忙着救灾 记者到场 再往前找到了一开始 自撞的白车驾驶 车祸现场他这样说 但警方对他酒侧 酒侧值达0.34毫克 酒后开车 他自己也有受伤 远警戒户下陪他就医取药 车祸发生在大连初一早上 五点左右 赵氏的白车驾驶 酒后开车自撞护栏 车身打横 占据了外线车道跟路肩 后方一位热心驾驶 开到赵氏车前的路肩上 停下来 准备帮忙救援 却无辜被波及 后方有一辆轿车发现车祸 紧急刹车 躲过了 但统联国道客运闪避不及 先擦撞了酒驾肇事的A车 再撞上E车后 两车却推撞停在路肩的C车 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烧了起来 而C车被撞到了外线车道 后方又遭F车追撞 F车再被G车给撞开 一共有五辆汽车 和一辆大型的游览车 连环撞 交通一度封闭 游览车上的驾驶 还有被游览车撞上的 E车副驾驶 在车祸瞬间昏迷 后来两车烧起来 根本来不及逃生 丧生活场 车祸肇事责任比例还要厘清 但女驾驶救后开车 还开上高速公路 大年初一 害得好几个家庭 没办法过年